全力有的人是不择手段的 想赢得它 有些人取得的权利 常有时刻问问自己 如果我终究有任期质 要失去这样的权位 我可不可以在拥有权利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梅克尔如此 似乎马克宏很崇拜他 现在也在走相同的路 马克宏很清楚知道 法国的经济竞争力太贫弱 法国的老龄化 以及法国的退休年龄 这些都是法国必要的改革 法国的退休年龄 现在即使从62岁 按照马克宏的计划 延长到64岁 都是欧洲主要经济大国里头 最年轻的 可是法国的民众不接受 高达三分之二 职业类别里头 连老师都不接受 所以你就知道 人是多么自私的 人是多么短视的 人是多么只看自己的利益 哪怕他的职位 是一位所谓伟大的 春风话语的老师 工会声称 他们抗争的人高达300万人 官方说他们是109万人 重点是他们还在各处纵火 纵火事件高达903起 导致150名警员受伤 170多个人被逮捕 这是非常激烈的抗争 人们说法国的工会 是最凶猛的工会 它曾经是一个骄傲 或许你现在可以说 它不再是骄傲 其实国际看他们 欧洲各国看他们 只为了退休年龄变成64岁 而如此的抗争 其实很难说服全世界 同情基层劳工的大多数的人 而马克宏最后在国会 因为他这次让这个退休制度 可以通过的方法 是动用了总统特殊的权利 他知道在国会无法取得多数 所以就动用宪法里头 赋予总统特殊权利 因此国会马上对他 发动了不信任投票 在方多对他不信任投票里头 他以酒票写胜 渡过了难关 他没有因为不信任案里头垮台 而事实上法国是双手掌制 如果不信任案下下来的 可能不是他 只是他更换总理 但是他连这次更换总理 法国的国会都没有做到 所以国际媒体 包括德国的民进中汉认为 说马克宏仍然可能可以有所作为 但某一个程度来讲 他当然一定程度的受伤 但这重要吗 不重要 他再不对法国做出一些改革 法国的经济更是在这一波 全球经济不是通过膨胀 就是停滞的状况里头 法国问题只会更加的严重 在反对法国年金改革的第九个冬元日 巴黎再燃烧 从洛里昂到南特 再到波尔多 烟消士气遍地开花 一天下来 法国有149名警察受伤 172人被捕 单单在巴黎 就记录了140处纵火 法国原本可以不用烟消士气的 3月23号的全国工会大动员 原于3月16号法国总理博纳 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项 强行通过年金改革法案之后 反对党未能在3月20号通过不信任案 阻止法案成为法律 紧接着 极右派国民联盟 也提出的第二版不信任议案 最终仅仅获得94票 同样宣告失败 由于两项不信任动议皆为过关 不但政府逃过倒戈 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争议法案 也成为了法国法律 总工会说 3月23号他们全国动员了350万人 其中巴黎80万人 内政部的数字是全国108万人 巴黎11.9万人 然而就算巴黎示威人数 只有内政部所说的11.9万人 也远远超过一个星期前的3.7万人 示威人数的暴增 是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长达数个月 纽约时报口中高高在上的沉默之后 在大动员日前一天 打破沉默的这场专访 这会惊认他们 你认为你觉得我感兴趣的 做这种专门? 你不认为了吗? 你不认为了 你不认为了 他终于不认为了 这种专门 我并不认为了 我并不认为了 在美国6号 国会暴动的暴徒相比较 马克宏说他愿意谈 但是又说他心意已决 如果要禁止了今天,我会会随着 不管街道的声音 所以,主席想要进行的重点 在1月底,在年后再次 在八月的本期,我们在20月的公司 现在我们会说明天午的事情 在这一场谈设计 你认为这一场谈设计这个政法吗 是的 我们是 您说的 他没有继续的说什么他在设计之中 而他正在设计之中 他希望让他能够认为他自然的 现在是什么? 我们继续续聚会更加工夫 直到他们收取了计划 原本,马克宏期待 这场谈设计会缓慢动情谈 但事实看来,却是得其反 一份由菲家洛报做的民调 有高达四分之三 百分之76的法国人 没有被总统说服 与之相比 就连2018年12月 对黄背心的公开讲话 都还说服了 百分之37的法国人民 法国BFM电视台 最新名道显示 百分之61的人觉得 他们被马克宏的专访 给激怒了 继续抗争成了共识 在封公路 封铁路 封机场 封港口之后 罢工获及核电厂 及炼油厂 截至3月21号 法国炼油厂几乎全部关闭 主要炼油厂无法交付产品 全国百分之15.14%的加油站 至少缺一种燃料 百分之7.65%的加油站 完全没有 最幸运的是法国东部不缺油 最惨的是南部高达52.7%的加油站 至少缺一种燃料 3月24号 警方强制揭露 迫使洛曼底地区的道达尔炼油厂 恢复燃料运输 《纽约时报》评论 对于马克宏来说 3月20号在国会挺过两场 不信任动力 看起来像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但现在看来 却是一场得不尝试的胜利 《约时报》说 马克宏的最后一个任期 他必须走一条孤独的路 独自面对愤怒的法国 根据法国公布的最新民调 马克宏支持率跌到28% 甚至还低于总理伯纳的29% 但是《纽约时报》说 也正因为他的总统任期有限 马克宏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行事 他知道三件事 一、他不会成为2027年连任的候选人 因为法国不允许连任闪见 二、议会中的反对派很强大 但在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 存在不可消除的分歧 三、法国社会中 有一大部分沉默的人 支持他的年金改革 这使得他即使在目前的困境中 还有施展的空间